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来自不同领域的行家带你细细品尝生活的点滴趣味 与你共享生活品味 FM98.1 酒吧新闻台 欢迎收听酒吧行家品味 我是佳丽 今天节目很特别 我们要来谈一部关于生死的音乐剧 你好 我是接体员 邀请到这一位 他不只是歌手 演员 最近还多了两个身份 一个是舞台剧演员 另外一个就是运动员的范逸诚 少范哥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范逸诚 那在谈你好 我是接体员这一部音乐剧之前 我想先问一个我比较好奇的问题 请问 就是你为什么会去参加全明星运动会 因为我看到名单的时候 我就想说 因为就是他不是要巡演的嘛 那为什么你还去参加比赛 也不会担心说可能万一受伤了 会影响到演出嘛 当初就是想要去挑战一下自己 然后多认识一些新的运动 因为我自己也喜欢运动 喜欢慢跑嘛 所以想借由这个节目来 认识更多不同的运动 然后甚至是挑战自己的身体的极限这样 当然会特别注意运动伤害这个部分 但是难免还是会遇到运动伤害 其实我们好几个队员 不管是蓝队还是红队的都有 因为这个过度的训练 然后造成的一些肌肉的疲劳 拉伤或者是撕裂等等的这个伤害 参加全明星运动会 对即将到来的音乐剧演出 有没有什么帮助 可能就是因为平常 我不会太多的在电视上录出 然后目前也没有电视剧在播 然后目前电影也下档了 所以应该是说会有更多的人 关注到我在这个运动会当中的录出 然后他们也会知道说 原来翻译成除了有这个运动会之外 还有音乐剧的演出 我相信是对对我们音乐剧也是有一些推广的这个效果 那回过头来我们就要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全民大剧团他们即将在全台出演的音乐剧 你好我是接体员 那可以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它是一个比较奇幻题材的故事 虽然可能听起来这个接体员名字 如果大家知道它是在接这个死人的大体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有点惊悚 但其实我们整出剧所呈现出来的感觉 它其实是温馨好笑 然后又可以带给你感动的一部音乐舞台剧 好像有一点黑色幽默在里面 对其实里面会有很多笑点跟哭点 对是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精彩 而且紧凑的一个舞台剧 那这部音乐剧其实是你的处女兽嘛 那当初你收到邀请的时候你是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也是想要挑战自己 因为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新的一种表演形态 所以我想挑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然后刚好它这个题材又比较特别 我们知道音乐剧可能很少很显少会用这种 比较特殊的场域来讲故事的 我们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殡仪馆当中 对所以除了题材也特殊之外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 所以我想要突破自己去尝试新的东西 但是你当初接到的时候有没有说 因为毕竟死亡或是阶体员这些都是我们华人比较避免去谈的话题嘛 你自己会不会有点担心说自己也没办法接受 我自己是不会没办法接受 但有的时候还是会担心说没有看过的朋友可能会觉得 这个题材可能会不会太过沉重啊 或者是太过恐怖啊 或者是太过冰冷等等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用力的做宣传 让大家希望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这部音乐剧 它其实是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温暖跟感动的 其实惊悚的成分大概只有千分之一吧 我觉得没有吧 就是我觉得好像好笑的比较多 如果你有看过的话你就会知道 对其实它好笑跟感动的点还蛮多 那说到你好我是阶体员这部音乐剧 其实它是改编自大师兄的同名小说嘛 那你在接这部戏之前你有看过这部小说吗 有我们所有的演员应该都有看过这部小说 我们那时候开始在讨论剧本 在开始对台词什么等等的 开始前期作业的时候 导演就让我们先看过这个剧本 然后大概了解大师兄他的这个人 他的叙事的逻辑跟他看事情的角度 去了解一下这个原作者的一些想法跟思维路线 那其实剧里面的大师兄他的角色设定是比较Loser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角色的呢 其实我觉得Loser是一个蛮吃香的角色 因为他可能可以代表大部分的人 因为其实成功胜利组永远就只有几个人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在生活当中的大部分的时间 觉得自己有一点Loser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切入有这样的一个角色人物在的话 我相信可以得到更多更广泛人的这个共鸣跟认同 那你在演艺上面有没有特别花心思 因为并且好像跟你之前演过的角色都有点不太一样 Loser其实 就是放轻松就好了 对啊 其实就放轻松 然后有点迟钝 然后就可以很自然的演艺出来 你就不要你不要刻意的太去太去演他 其实就就可以 就把自己放得很松很松的去演 因为因为我们会有这个剧情来辅助他的Loser的部分 而不是说你硬去演一个东西 但是不需要 其实有剧情的辅助 还有一些事件的安排 就会让人家知道说 OK他是个Loser 说到这里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但是在这一段的最后 我们会听到其中一首在音乐剧里面出现的歌曲 歌名叫做像故事一样 可以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OK像故事一样 他大概会是在我们整齐剧的中间的地方会出现 那他也是承接了我们整部剧当中的好几段的故事 浓缩在那个歌曲当中 然后用大师兄的这个视角去出发去叙述 他在这个殡仪馆当中看到的那几则故事 他对故事的感想跟对照他自己的人生观等等的 都在这个歌曲当中有呈现 活在人生的边上 你还能怎么想象 那些离开的人 也许只是进入了梦想 或者 留下了梦中的我们无耻的像悲欢离合张望 曾经坚持过的话语 在飞回之间飘荡 曾经眷恋过的爱人 只留开他轻轻的遗忘 谈恋爱真的是太累了 找不到累 找到也累 我顾好我妈 就很棒了 曾经伤害过的孩子 要是我先走了 老爸会像他这样懊恼 这样哭吗 我想象不到 曾经挫折过的理想 这么有名 有能力的人 当他死了 他的遗憾 应该就会更大吧 曾经相信过的承诺 在这里已经病了两三年 他会期待他的家人 来找他吗 曾经背叛过的信仰 都留在这里 像故事一样 孤单的女神 连爸妈生死 都搞不清楚的儿女 离开或者是留下 总怕有一点勉强 那些想说的话 还会接着微笑多早 就算明白沉默的意思 却已经习惯提前赶上 曾经珍惜过的生命 再无意间成了过往 曾经珍惜过的生命 再无意间成了过往 曾经告别过的面孔 在回忆中 在回忆中添了财妆 曾经消失过的永远 曾经坚持过的疯狂 曾经流过泪的思念 曾经发过时的彷徨 都飘到远方 像故事一样 都飘到远方 像故事一样 FM98.1 98新闻台 欢迎回到 98行家品味 继续跟歌手 演员 翻译成 弹全民道具团 即将在全台巡演的音乐剧 你好 我是接体员 那说到音乐剧 其实唱歌跟演戏 对小帆歌来说 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但是这一次要跳舞 而且又是现场live的演出 压力应该蛮大的吧 其实最大的压力 可能会是在台词 跟歌词的部分 跳舞的部分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聊的 因为我是一个loser 基本上跳舞不太行 也是合情合理 所以我们在刚开始 在练舞的时候 舞蹈老师就觉得说 你就这样跳很好 就这样 所以其中有一幕 我记得你们在夜店里面跳舞 那个你是故意拖慢拍 还是本身就是这样子 就放松就行了 就是因为 也跟不上他们 那在角色的这个角色 角度来看 他也是跟不上的 他也不会跳 所以他就是放松 自然想怎么扭动 怎么扭动 对 所以对 就像你看到的一样 那这一部音乐剧 其实他每一首歌 我都觉得很好听 而且他的歌词 都是贴近那个剧情的 不过好像跟你 以往唱歌那个类型 是有点不一样的嘛 对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很难背 或是很难catch到 那个节奏 会很难背 会很难背 然后他的 可能因为跟之前接触的 音乐老师 所创作的东西 也不太一样 所以除了歌词 会很难背之外 旋律也是跟我以前习惯的 也不太一样 所以种种的不一样 然后又要唱很多歌 然后很多台词 所以这个是背起来 蛮辛苦的 但是你花功夫去背 是绝对可以背起来的 而且现场也是 就是有live band演出嘛 所以你又不能戴耳机的状况上 是不是又比较更难 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 这个舞台上面 其实音响的部分是一个挑战 其实我们在刚入这个国父纪念馆的时候 我们就是试了很多调整这个音响 因为舞台上面没有monitor 应该说他前面没有monitor 他只有左右 左右上下有monitor 所以我们如果是歌手 我们只能听这个monitor的话 他如果只有左右两边上下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走到一些位置 我们会听不太到自己的歌声 那个时候是很 不只是紧张 会觉得搞什么东西 我都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 我能怎么唱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是怎么克服这个困难的 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调整音响 到一个大家 所有歌手勉强能够接受的一个情况 就是已经是在那个环境 最能听到的一个情况了 对 然后尽力去克服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有说过这部音乐剧 它去年年底就已经公演过一次 那对于来说 去年应该很紧张吧 就是笔记是第一次 很多未知的指数 那今年他现在再度公演 你会不会在心情上也有一些 可能比较放轻松了 心情当然是比较放轻松了 那可是再回去看的时候 会发现好多歌的歌词 可能又要再重新再熟悉一遍 有一些大概忘了大概七八成 也太快了吧 不是才隔了半年不到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就是投入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会忘掉其他的事情 就是投入到运动员的身份 现在就忘了音乐剧了 对对对会这样 就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但反正在靠近的时候 必须要花时间把自己再抓回来 那在剧里面有没有说你最紧张 或是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幕 哪一幕 应该是那个 那个 跟爸爸的吗 有一个床戏的部分 因为那个在旋转 然后所有剧情很紧凑 然后那边是很紧张的 对然后要赶快躲到棉被里面 然后要戴假发 要干嘛干嘛 很多事情 在那几秒钟之内要准备好 然后又转出来 然后演另外一出戏人 那种感觉 那一段是特别紧张 那对爸爸的那一幕呢 那一幕其实就是 放松自己投入情感去演 我觉得就会很好 因为他前面已经铺成了很长的一段 他跟家人的关系 跟爸爸的关系 所以在后面 其实是情绪最高涨的时候 其实你不用去想太多 你也可以把情绪累积到那个高度 那在整齣音乐剧里面 其实总共有22首歌嘛 你有说你印象最深刻 或是你特别喜欢哪一首吗 应该是那个 莱克多巴胺啦 跟我一样耶 因为他相对其他歌曲 但其他歌曲也很好听 只是说他相对其他歌曲 他有一种 莫名的阳光 然后轻快清爽 不痛不痒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歌都是 还是在围绕着那几个故事人物 对那总有一些悲伤的成分在里面 但那首歌的话他特别不一样 所以他比较轻松愉快 而且刚好去年有那个14的 也有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就是这一部剧 他去年年底就已经公演过 那这一次重演 内容上面有没有一些改变 或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不知道还没开始排 所以对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调整 我自己也很期待会有调整哪些东西 节目到了最后 小范哥你希望观众带着什么样的心情 去看这一部音乐剧了 我希望大家带着那个手帕卫生纸 去看这部音乐剧 带着一个准备被感动的心情 去看这部音乐剧 然后它是一个我觉得 何家大小都适合观赏的一部音乐剧 所以对带着一个准备被感动的心情 来欣赏我们的音乐剧吧 今天非常谢谢小范哥 为我们分享了全民大剧团的最新音乐剧 你好我是接体员 即将在4月23、24、25号 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 另外5月1号、2号 在高雄魏武营国家歌剧院 5月29、30号在台中中餐堂 6月26、27号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 全台巡演 勾票资讯可以上 OpenTest 两厅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查询 谢谢小范哥 谢谢 青篇 青篇 花一花 精成! 毛留 вид 小范哥 小范哥 ideal 小范哥 打开 而现在 我还有机会get apart 不像人余夜walking heart 就为了买房或买car 谁也不想随世界坦塌 只好默默擦擦 渺了吐了歇了 无论谁都一张脸 颜色不修也不浅 或许只是个shooting star 却是我为他的restart 他已经一步一步走远 脚步行推不动的场面 过几战人生总得歇息 有的人早歇 有的人晚 远去的身体带回重逢的心 早已错过的开始被看见 这是告别的所在吗 也许并不你好 我是你的接铁人 回头往往城市的纠缠 哪里有街道楼房 还有一点青山 哪里是我们的天堂 也是我们的地狱 我们还没来得及 我们还没来得及 你好 我现在是接铁人 我是跨界的跨界的跨界的 跨界的 这是告别的所在吗 也许并不你好 我是你的接铁人